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奔是以纯电动车为主 但是按照咱们今后的基础发展方向 包括咱们更多的轻能产业落地以后 轻能源车型以后在城市工况 包括干线物流运输等多种场景 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我们依托内蒙古和包头本土研发制造的 这款轻燃料车 后面将重力 自治区 包头市 创建国家轻能示范城市群 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和抓手 进一步带动整个的轻能的汽车的 整个产业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